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长时间一直在平阳 有时候住在他们家里 他们跟我谈了好多事情 我发现这些人死后变成的鬼魂 这个山藤大了很多很多 中国一直有祭祀鬼山的传统 有时候鬼山不分 其实呢 这个鬼山差异是很小的 可以说是疼治的 那人跟动物呢 其实差异也是很小的 也是疼治的 都是正生 就是佛教说的正生平等呢 确实是真理 因为他们可以互相转化 比如说这个人死以后啊 变成一个鬼 但是这个鬼呢 比如说是个猪 猪的鬼呢 可以很快变成人的样子 然后立刻就可以跟人讲话 所以 从灵魂的角度讲 人跟动物没有本质区别 同样 从灵魂的山藤来讲 山和鬼也没有本质区别 鬼能干的事情 大部分山也能做 山能做的事情 大部分鬼也能做 比如说 这个树针啊 有好多飞行的案例 我就发现 这是刚刚我灵机一顿啊 有了一个新的念头 我发现这些青壮年或者青少年时期死亡的灵魂普遍的山藤非常大 而那些老年人 活到八九十岁 老都不行了 受征挣钱的 那些老人死后灵魂就喊败 就是不会飞 青少年死了 往往会飞 鬼的神藤 从飞行的角度来讲 不都是会飞 三分之一 会飞 会飞的程度又有所不同 大家可以看书里面的细节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大家可以看 这个飞行吧 等级的话有三种形态 一种是 就是飞行 贴着际面飞 就是 大约里际面二十公块 这样飞 就不应走了 它比走是快一些 这些鬼皇爷出去活等 往往活来的时候就会流汗 当然这个死了以后翻离出来的鬼和他们八岁以前 好多灵魂也能离开山崎 也能出去飞 这个飞行是类似的 刚才说有一种类型就是 切着际面二十公块飞 这种飞的还慢 比多快一点 也能飞个几十公里吧 还有一种呢 就像双胞胎 无时行无时胎 他们八岁以前 几乎每个晚上睡觉之后 都要出去溜达溜达 一般是到前世家里去 也不一定是就是睡觉之后吧 比如说六点钟睡觉 那人家可能前世家里还在做饭呢 他就飞着走了 两个人一起就飞去了 他们的飞行高度大约是树梢的高度 就是比较高级的飞行了 该树那么高飞 飞得就非常快 最夸张的飞行速度是两个人 有两个再生人 有一个叫吴赵的 前世就是杨世梅 他是一个抗日军人 站网在1944年 站网在桂林 他跟他妹妹的飞行 那就跟神仙 钻物坑一样 是同源驾雾 200多公里的距离 他就在这个天上 踩着原飞 不知道这个飞行能力是他跟他妹妹 这两个灵魂是半身具备的 还是说打发他们去投胎的这个燕尖的神仙 付给他们的力量 他们这样飞 因为这本书里面燕差啊 飞行速度跟杨世梅的飞行速度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踏着原来飞 就是燕差啊 是阳王叫欠出去捉摸一个按生死部到期的人 那他们都是飞着出去抓 不是步行去 就是腾坑而起 然后飞到这个相应的村庄上面 然后落下来 然后去抓人 所以杨世梅这个飞行是amazing extraordinary 非常的exceptional 因为它是高坑飞行 这是飞 当然 这些鬼魂还表现出其他的一些能力 刚才说的飞行 第二就是变形的能力 他们明确的告诉我 大部分鬼魂都是有能力变形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老鹰 或者一个猪 或者你死了以后 你可以很快会变成燕 他们变成燕 我个人觉得变成燕一样的鬼啊 我觉得未必就从这儿断境 燕比邓武高级 但是我们有一个 有一句话叫 这个燃山难得 珍珠难生啊 这个燃山的一个优越性就是 可以使用语言做复杂的沟通啊 你说这个猪了 狗了 猫了 鸟了 这些动物吧 也能发出声音 但是这个他们的词汇量 还有发言气管 各方面好像不太适合复杂的焦虑 所以这些动物 或者人 尤其是动物 死后啊 会很快把自己变形 变成人的 人样的鬼 然后立刻跟人沟通 这是为了沟通的需要 而且你说一头猪死了以后去见阎王 是吧 这个也不大哑观 阎王说 阎王神一头猪怎样神啊 所以肯定是这个动物死后啊 好多如果去见阎王的话 好多就是变成人的样子 然后去见阎王啊 不大可能一猪的形象 以狗的形象去见阎王啊 这个是有事实依据的 里面有好多这样的案例 前面也谈过这个话题 当然如果一个鬼 你说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 在阎间变得漂亮一点 这样是否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 里面再生人感觉回忆 像我说这个是主动说的 不是我问的 是可以变得更漂亮一些 更年轻一些 但是实际情况呢 是大部分鬼啊 对自己死前的形象 还有这个身材长相 方方面面是最留恋的 也是最争议的 不会轻易的去变 动物 鬼变成人鬼 另当别论 这是变形的能力 第三个能力呢 就是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神通 就是植物变物 比如说把一根草变成一只老鼠 这个也有明确的 比如说巫师科 巫师科五六岁的时候啊 就经常临槐离开山崎 飞到他前世的家里去看前世的太太 还有孩子 有时候就吓唬他前世的太太 在房间里搞出声音来 他前世的太太呢 就觉得是不是有老鼠在房间里吃东西 进去一看 这个巫师科呢 就为了吓唬他妻子 就把一根草变成了老鼠 这样的能力也不止一个 里面都有这些说法 我觉得也完全可信 所谓的 把一根草变成老鼠这个做法 具体如何变的有点严谨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 这根草啊 其实 我们看起来是一根草 但是草也有一个灵体 万物有灵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都有一个灵体 灵魂其实有两部分 一是说 凡是说到灵魂 其实都是两部分 一是他的意识 或者是思想附着在这个灵体里面 灵魂还有一个灵体 所以呢生命呢 生命的百质形态 其实是每个世界都有不同的形态 如果在阳间的话 那一切有形的物体 包括人啊 这个肉身了 还有这个蛮了 植物了 苹果了 石头了 椅子了 都是有灵体的 然而这块肉也是有灵体的 然后一个灵魂呢 有可能住在灵体里面 那些老树了 千二年古树 就可能里面住了灵体 灵体本来有 就可能里面有灵魂 一幅字画里面也可能有灵魂 这些灵魂也是可以 也有神疼啊 它也可以想象灵变成真人了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好 刚才说这个草如何变成老鼠 就不知道怎样变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 这个 乌石科这个灵魂 临时赋予草的这个灵体 一个灵魂 一个老树的灵魂 就是你脑子想一下 就把灵魂变出来了 然后灵魂呢 确定这根草的灵体 然后呢 显灵显成一个老鼠 对人来看来就是个老鼠了 这是我在解释 我这个解释 还快会增加一个真实的案例 从来没有讲过的 跟大家分享 这个山灯呢 还有很多 比如说变大变小 所有的灵魂都能做到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鬼 都可以变大变小 还有一些灵魂呢 可以穿墙 这个 甚至猜到几年 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就是通灵了 那还有呢 这个 从房子里面往外看 能够透视 从房子的一楼可以透视到三楼 这些 就是 各不相同吧 神疼各不相同 所以鬼神鬼神 人一旦离开肉体 就进入另一个世界了 就是灵体的世界 就是你看到的 好像跟活着时候看到的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活着的时候 你用人的眼看见的东西 都是阳间的东西 死了以后 你看到的东西跟以前好像差不多 但其实不一样 你看到的是灵界的东西 其实就是人间的东西的灵体 就像 比如说 拿一个西红柿一样 拿一个西红柿 如果 我拿一个西红柿 那我看到的这个活人 因为我是个活人 我看到的西红柿的这个物质部分 如果有个鬼啊 站在我旁边 就是站在这儿 他看到的西红柿 其实就是西红柿的灵体 他也可以拿这个西红柿 比如说这是鬼的手 这是我的手 比如说 哎 这个朋友啊 你阿飘在旁边吗 那这个西红柿可以送给你吃 你拿走吃掉吧 那这个鬼的手就可以把这个西红柿拿走 他拿的是西红柿的灵体 那我呢 他拿走以后吃掉了 我还可以吃 但是我吃的时候啊 我这个西红柿只能滋养我的肉体 不能滋养我的灵魂 这个灵魂已经吃不到了 对人来说吃饭 其实不光是人吃 人山气里面这个灵魂也跟着吃 人的手拿西红柿 相当于 人的手拿着西红柿 还有这个灵魂的手也在拿西红柿 是这样的 里面有好多案例 都提到这个 一个植物被水果被鬼吃掉了 然后很快腐烂 那这里面有好多案例大家看 好 然后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灵魂是怎么来的 那这就牵扯到必须牵扯到神的问题了啊 这个有上纪造人 中国有女娃造人的说法 那到底是神先造了人的灵魂 还是先造了人的肉体 还是说一块造的 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个灵魂也没有很神奇 不一定非得神漏 作为普通人 只要应用一下你的意念 不经意间 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造出来几百个灵魂 这些灵魂有灵魂 有灵魂 有意识 有行动能力也能限灵 所以 正身平等啊 能力 能显示什么样的能力 是个圆范文奇 没有高级未见之分 我今天讲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发生在我故乡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人不经意的一句话 创造出一百多个灵魂 故事是这样的 大概发生在清朝的光绪年间 就起个名字叫潘家健事件吧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离我住的村子 两更里 有一个潘家健 是一个旅健 也是一个饭健 在交通要道上 所以就是客旅吧 然后 故事是这样的 首先呢 离潘家健 大概二十更里的西南庄 有一个大户人家 办葬事 大户人家嘛 大财主 所以扎了很多植草 就是指人指马 丫鬟 指的都是指的 指涌 有驴了 麻了 牛了 车了 钱柜子了 就是指涌 一个人扎了一百多个 连人家嘛 很多 不止一百多个 就是 人物有一百多个 这些祭祀品 这些祭祀品 葬礼要烧教 在烧的时候 一个管葬事的人 说了一句话 说 钱快黑了 我们那死人都是指路 说往西南方向走 这个西南庄的西南方向 刚好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个 潘家健的方向 所以这个 指路指完之后 就这个人不经意对着那些 正在燃烧的指人指马 指牙或者什么的 说了一句话说 今天晚上 你们都去这个潘家健吃饭吧 就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话 没想到 这一句话 就把这一群的指引全部激活了 相当于开光了 全部赋予了一个活的灵魂 然后当前晚上 一大圈人 一百多个人 有骑马的 剁脚的 拉东西的仆人 一群 浩浩荡荡的 出现在 潘家健 就是离我出生的村子 大概两公里 不到两公里 然后呢说 我们挤着赶路 要吃饭 这个店老板一看 哇 来了一百多号人 说什么碰上什么红千国气了 这下子 来着大生意了 然后就招待 搞了十多桌 把好吃的就是 周边全收集了 杀牛仔麻烦的 海鲜了什么的 招待 招待贵宾 大概过了这个大概 半个时辰 啊 这个管事的人来说了 他就说老板 我们要急着赶路 这个 结账吧 就 搞出来好多银子 老板就特别开心 结账的时候呢 这个人说了一句话 挺奇怪的 这个这一圈人的管事的说 如果这些钱不好印的话 你就去到那个西南中 找木木糖号药 这个建老板 潘家建的老板 先想 白花花的银子 还有什么问题 没大回事 然后这些人付完钱 就走了 骑上马就走了 刚刚骑上马 有一个人突然回来了 跟这个店老板说 哎 帮你托付个事 如果你回西南庄的话 到木木糖号家里去 麻烦你跟他说一下 就说我们 出发的时候太匆忙 钱贵的钥匙没有带 你让他把钱贵的钥匙分带 这个建老板也原理物理的 答应了 然后客人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